大家好我是来自Goro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这一集还是一样继续为大家带来 和劳力士一样 或甚至比劳力士更有收藏价值的豪表 那就好像小刚之前有提到过的 近这几年劳力士已经涨价不少了 那要以公价买到劳力士 真的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了 当然这个世界上也还有很多豪表 还可以去玩还可以去收藏的 对吗 那除了小刚前几集的这个介绍的朗哥 和一些百大菲力的表款 那今天也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一款百大菲力 Potect Philips PP的表王的5116 那老玩家都知道 在早些年 这个百大菲力Color Trava系列中的 这一种我们所谓称的这个简单款 那有5196 5296 519 5116 甚至5127 5124 5153 等等 那随着多个型号陆续停产 更新换代 那百大菲力士 那百大菲力士 这个 在目前在售的这一种 简单款的这个难表当中 似乎目前只剩下这个 有手动的这个5196 5196 和这个 有这个将军抵盖的这种 自动表 这个5227 这两种 那直到今年 新款619的这个加入 而价格也已经越来越涨 这个会有看到他 这种新表的表款的价格 是一直在上涨 那5196 据说也会被停产 这也是为什么停产前 刚提到的那些 型号 那些款式 会 很值得去收藏 去把玩 那有留意PP的朋友 也知道 即使是这种 普通三针的款 在市场上的价格 也一直有 这个涨价的这个空间 那先说一句 这个5116 小钢影片这一款 最有收藏价值的 因素之一 就是因为 它的表盘 那因为 表盘 这个表王 百大菲利的这个表盘 它是用了 这个法郎的 这个工艺 就是用这种 很高温的 我们所谓 称它为大明火 去烧出来的 这种工艺 这个 enamel doubt 这个法郎的 这个工艺 这更是比 519 更值得 入手的原因 那因为我们讲到 这个有这个 巴黎文丁的 这个Hotnew的 这个Cara Trava 这个款式 大家一定会想到 519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还有一款 5116的 那5116也是在 普通三针款当中 极少数 用这个法郎工艺的 这个PPE的表款 那要知道了 法郎工艺的 百大菲利表款 基本上售价都不凡 那复杂程度上 更是值得 我们去探讨 去欣赏 在光线下 不同的角度 去欣赏 立刻能 欣赏到 这个 enamel 这种法郎工艺 带出的 这个高级的质感 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那这款 5116的表盘 可以看到 6点位 最下方 标注着 这个email 的这个印记 那它不是写 Swiss的 它是写了 这个email 这个字 这个印记 足以证明这一切 那即使是目前 在售 最新款的 这个6119 也没有看到 推出这个 法郎工艺的表盘 那36mm的这款 5116的 这个表径 那再加上 扁平的 这个表壳的设计 佩戴可以说 是完全没有压力 真的可以说 什么类型的人 佩戴 都可以立刻 展现出 表王该有的 那个气质 那加上表壳上的 这个一圈的 这个巴黎 丁的这个图案 更是能一弹起 就立刻 立马的想到 这个Color Trava 这个系列 绝对是经典中的 经典 最新的6119 更是延续了 这个经典的特色 那下一期 小刚再为大家分享 更多值得收藏 值得去看的一些 表款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 拜拜 拜拜